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他直接就是给我建立了一个一通账户 然后每个月就是定期往他弟弟那个里面打钱 每个月都打 对 你要求的 不是我要求的都是他他自己愿意这样的 视频当中这个长相不怎么样 并且还极其无耻的女人叫李亚婷 在和男友王鹏谈恋爱这三年当中 弟弟的学费以及日常开销都是王鹏在支付 在视频当中我们听到 李亚婷竟然一本正经的不要脸书 这一切都是王鹏自己愿意的 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最让人气愤的是 就连李亚婷农村老家的一系列支出 李亚婷都强迫王鹏承担 这个女人的一系列无耻行为 直接让坐在旁边的图蕾坐不住了 我们来听听图蕾老师是怎么怒斥李亚婷的 麻烦各位看官老爷帮图图长按一秒点赞 给图图一个霸气且牛逼的鼓励 图图再次谢过各位看官老爷了 你凭什么 你的弟弟读书跟他有半目前关系 他愿意帮是他的情分 但并不是他的本分 这是让我最气愤的一点 很明显能看得出图蕾 在这期节目当中是真的生气 图蕾最后说了一句 这是让我最气愤的一点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图蕾老师如此的大动肝火呢 事情是这样的 王鹏是一个做饮料供货的经销商 也就是在刚刚进入秋季的时候 当时王鹏手里有一点先钱 王鹏本来计划着用这些钱 把经营规模再扩充一下 当王鹏把这件事情跟李亚婷说过之后 李亚婷当时就不愿意 李亚婷说自己老家的房子 需要翻修一下 扩充的事情等以后再说 咱们用这点钱 把我老家的房子翻修了 在李亚婷的软磨硬泡的 卑鄙手段之下 最终王鹏还是用这些钱 帮李亚婷把老家的房子 重新翻修了 手头有点先钱 然后我说想着把这个区域 往那扩充一下 我正好这事我就跟他说了 说了之后他就说 那我家老家那个房子 正好也需要修一修 要不咱们把这笔钱 拿出来修一房子 咱们暂时先不扩充 你家那房子就是 也暂时用不着修吧 也先将就着 就是等咱们以后扩充吧 区域扩充一下 多赚点钱 在这边买一套房子 帮他接过的住户一样 那他就不行 李亚婷用自己的认知认为 王鹏在河北买房子 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靠王鹏的纳点能力 根本就不可能 与其用这些钱 扩充经营规模 还不如用这些钱 把自己老家的房子装修一下 让父母在老家住着 也更舒服一些 不得不说李亚婷这小账 算得真是细致如微 用男朋友辛辛苦苦 挣来的钱 给你奉务装修房子 亏着你这个女人能想得出呢 我只能说你活着 真不知道羞耻是什么 姑娘你作为一个人的骨气呢 你这样的行为举动 真的会让人看不起的 看光了你们对李亚婷的行为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观点 我真的跟你商量 我没逼你啊 我说你可以自己选择啊 你是让我自己选择吗 就捏给我拉拢个脸 没事不着急啊 我问一下姑娘 是修了房子还是扩充了白白 修了房子 修房子了 唉 此时就连主持人都替李亚婷感到悲哀 一个人怎么能活得如此无耻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 极其的任性 无论是任何事情 都需要王鹏宠着惯着 有一年过年 王鹏和刘亚婷回家过年 按照王鹏做的这个行业 冬天就属于淡溅 当时王鹏手里也没有那么多资金 本来当时的现状就周转不堪 但是任性刁蛮的王亚婷要求 王鹏带着他们一家七大姑八大爷 整整八口子人去桂林旅游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到了桂林之后 李亚婷要求王鹏给他们一家人 在星际宾馆开几间房间 为了在亲朋好友面前长面子 也不能拿自己男朋友当冤大头吧 你作为他的男朋友 明明知道现在手头资金周转不开 去普通的快捷酒店不也挺好的吗 我说咱们周图晚上住一百多块钱的 也可以住去吧 他非得就去 还要定个新级一点那种酒店 这是干嘛呢姑娘 我之前跟他商量好了 我说今天过年可不可以带我爸妈 出去稍微远一点 远一点地方去出去转一转 爸妈不就俩人吗 对啊就爸妈呀 然后那时候过年嘛 家里边也有亲戚 然后就正好一块都过去了 过去之后我就想 我爸妈农从人 一辈子根本没有想过什么福 我说就让我爸妈 稍微做个好一点地方 吃个好一点的饭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想的 真没想到这样 既然都是普通的农民 为什么要这么普长 星期九店一般都是招待重要客户 谈一些重要事情安排的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我们普世一点不好吗 更何况你们一大家子 花的是别人的钱 你们能要点点吗 竟然还恬不知耻的说 真的不知道王鹏会是这样的想法 他既然是你的男朋友 你有没有替他考虑考虑 李亚廷不但没有替王鹏着想 而且还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 我们接着往下看 所以你心里现在是委屈的是吗 对我挺委屈的呀 那那个费用是他只结了你爸妈呢 还是所有亲戚的费用他都结了 因为因为我那些亲戚都知道 我男朋友挺有能力的 然后都想他结了 哎呀谁姑娘呀 到了这里大家怎么看待李亚廷 我觉得他把王鹏直接当成自家的印钞机了 都不用考虑印钞机用不用休息的那种 不用维修直接往死里用 你如果是真心想和王鹏走下去 我觉得你不会这么做的 即使是你想带爸妈出去旅游 考虑到王鹏目前的状况 你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件事情吧 从这点可以明显的看出 李亚廷根本就不爱王鹏 只是把王鹏当做了取钱工具来对待 接下来李亚廷做出的愚蠢事情 让人看了是哭笑不得 麻烦各位看过我们帮图图点一个免费的观众 方便观看图图更多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王鹏希望李亚廷能在工作上帮到自己 于是王鹏便把整个运营流程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李亚廷 为了能够让李亚廷能够快速熟悉工作流程 王鹏便把这个项目委托给李亚廷 可谁曾想好好的事情只是因为李亚廷的一句话给搅黄了 李亚廷为了在这个订单上能多挣一点 没有跟王鹏商量擅作主张 给客户打电话说上货的厂家价格有编度 最初订好的那个价格不行 原本的价格需要上调一些 于是这次原本愉快的合作就此终结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能让王鹏心甘情愿的为李亚廷 以及他家人付出这么多 李亚廷也必定有吸引王鹏的地方 李亚廷在和王鹏相处的这三年当中 一年四季风里雨里利用客与时间 做着各种各样的兼职 其实这也没什么 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闷和心酸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但是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家里帮不到 根本就不是你一味的向男友索取的借口 首先作为一个人 就应该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吧 你勤工俭学更不是为了 让王鹏不那么辛苦 才有去做的坚持 我真的还是依然坚持坚持 我的饭钱都是我自己在努力的 我一个大学生我还没毕业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说家里又不给 我每天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我就说 人家都开开心心 打满票然后去上课 我呢 我这小的我这周的饭钱 我从哪来 然后冬天真的特别冷 发达的时候真的冷一天 冷一天 我这周的腿都没有知觉了 王鹏觉得自己跟李亚廷在一起特别的累 自己压力大心烦的时候 需要留亚廷安慰的时候 李亚廷就当没看见熟视无睹 王鹏起早贪黑的工作 晚上回到家之后还要想 哄孩子一样哄着李亚廷 王鹏觉得自己为李亚廷和他的家人付出这么多 自己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 根本得不到李亚廷的任何关心与体贴 感觉自己现在根本坚持不下选 到了这里我们听听沙纳老师怎么说 对二人给出什么看法 你就是现实版的樊胜美 甚至你比他还要 就怎么讲呢 樊胜美还真实一点 都不真实 你们俩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他帮你分担家子的压力 是因为对你有情 他不帮你分担 他也没有错 我凭什么帮你分担啊 你家房子漏水 关我什么事啊 你不能又把你人生的痛苦 强压在我的人生上 你在强压我的同时 还在强奸我的精神 你还不对我好 沙纳老师用樊胜美打笔虽然不好听 但在现实当中 我觉得李亚廷做得比樊胜美更过分 李亚廷完全就是在利用王鹏 利用王鹏养活自己一家老小 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 王鹏付出这么多 还得不到李亚廷的一丁点好 相信看到这里的看官 都一定非常的生气了吧 一个女人不能一直依附于一个男人 否则这个女人的后半生必定是不幸的 我们接下来听听图雷老师是怎么说的 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明明遇到了无端的索取和无止境的索取 你依然去满足 直到最后自己满足不了为止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就像图雷说的那样 你明明遇到了无端的索取和无止境的索取 王鹏依旧却尽心尽力的去满足他们 直到自己精疲力竭 依旧没有人会去关心一下 扛不了的就不要去扛 背不动的就放下不去背了 交往一段感情何必把自己 梦得这么卑微 这么吓得这么累 你的弟弟读书跟他有半目前关系 他愿意帮是他的情分 但并不是他的本分 你们家修房子跟他有关系 你父母没有出去捋锅油 应该是你做的事情 而不是他承担的责任 去就去吧 你还要住星级酒店 住一百多块钱的卢家不可以吗 你不知道心疼这个男生 他不是大风刮来的钱 你住的好意思吗 这是让我最气愤的一点 图老师说话依旧是那么不给人留情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李雅廷心里根本就没有王鹏 不然就不会像宰冤大头一样的狠命宰王鹏了 假如李雅廷稍微懂点事 也不会朝着非要住星级酒店 自己家是什么条件自己不知道吗 我想不单单图来老师觉得气愤 相信看到这期节目的人 都会感到非常的气愤吗 人家还没有跟你结婚 你就可以整天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人家只要不愿意跟你们家修房子 你就整天搭了这个脸 怎么这么没有骨气呢 当你身手已经要惯了的时候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这男的心里没说 但是他内心是看不起你们 看不起你和你的那个家庭 他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你既然生在了这样的一个家庭 你就得去面对 但面对的方式不是一昧的抓住另外一个人来索取 那样的话让人轻看 我觉得你也应该力所能及的帮家庭 能帮就帮 不能帮也帮不了 你还有个弟弟 你应该让他自己来承担家庭的责任 王鹏喜欢这样的女人 不得不说是她的悲哀 现在还没结婚就这样索取无度 假如他们两人结婚之后 是不是王鹏就会成为他们家的奴隶了呢 换一种角度看待这件事 李亚廷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其实他也没办法 冬天为了勤工俭学动得下阵盲 确实挺值得人们去赞扬他的 但是让人不认同的是 李亚廷这种找个男朋友 就像家里有了印钞机一样 无休止的向男朋友索取 最后我们来看看王鹏到底还愿不愿意 继续为李亚廷以及他的家人一直付出 不求回报了 请开门 对于李亚廷来说这么走了 似乎是自己完成了一段救赎 而王鹏也似乎得到了解惑 但是他们两人爱的本质 其实早已经被生活的种种给磨灭没了 离开可能是他们自己一生的遗憾 也可能对于二人来说 是一生幸福的新起点 各位看官们对二人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